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整个 对吧 原理包括了这个卷积啊 或者这个激活还有直化 那么这对于这个激活层啊 你要只要知道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就行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那个现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 通过对用卷积神经网络 去对这个手写数字图片进行试验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的这个卷积啊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卷积神经网络 既然它也是这种加入卷积层 对吧 加入卷积层 还有什么激活层 直化层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面到底怎么去加 这里要分两个 第一个 如果说你的业务对吧 比较复杂的这种 比如说你的图片都是比较大的 对吧 300的 什么400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些图片呢 类别也比较多 那你怎么办呢 是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卷积层去做呢 是自己设计对吧 卷积之激活迟化去做呢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肯定不是你自己去用 对吧 自己去设计肯定不是很好 那你就可以去直接用这些 比如GoogleNet GoogleNet 它在这个TensorFlow里面 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API实现了 能理解吗 别说 它这个结构 等下我们会看到 这结构里面 你直接把东西 就你图片的数据输入进去 那么它就能得出你这个卷积 经过这样的一个卷积升级网络之后的一个输出是多少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输出啊 注意它这个输出呢 有可能需要你经过全年接散等等去计算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说了 第二个 就是说如果 你就呢 这些图片都比较简单 类别比较少 或者说你图片比较小 对吧 比如说20x20的 对吧 或者说30x30的 对吧 20x80的 这些图片 你是没必要用这些常用的一些结构的 那你就啊 这些你就可以完全自己去设计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设计呢 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用一个常见的设计方法 去做这样的一个识别 包括我们后面这样的一个验证码去识别 对吧 那我们知道这个验证码识别 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具 比如说OCR 但是OCR这样的验证码 它不是基于神经网络的 它呢 是一些传统的方式去 比如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换 对吧 那它的这个结果呢 错误率应该挺高的吧 对吧 很高的一个错误率 那我们就需要用神经网络去做 对吧 我们没必要去用这个 GoogleNet吧 你就可以自己设计这个 几层 然后呢 结束就能够识别这个验证码 那你知道吧 好 那至于等一下我们会复制这个任务的 对吧 你自己去做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自己实现一个卷积网络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一 是让你去了解了整个API的这个使用 怎么去第一卷积层 怎么去经过计划层 数据的怎么变化过程 是需要让大家去把整个过程能够想起的了解清楚 第二 这个设计呢 并不是说你以后这个采用的时候必须用我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吧 因为我这个是一些常用的 那包括这些这个很多领域 对吧 常用的这些结构是可以去直接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去识别这样一个数字 手写数字图片 对吧 那这里面的数据集 我就不去介绍了 这里上午就介绍过了 它的数据的形式啊 包括它的形状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字图片 对吧 我们要用卷积实现 那我们想卷积实现跟我们的上午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实现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的模型的一个输入输出是不是不一样 输出你也是十个值吧 这也是十个值 所以最后什么计算损失啊 计算准计算这个准确率啊 求这个剃度相对求这个解呀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吧 一模一样 只不过就是你的模型不一样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准备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形状 他给我们准备数据是不是 那七八八四这样形状啊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目标值 是一个那 十 这是给我们的数据 对吧 这给我们数据 同样我们还是通过障位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设计我们的这个网络了 那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呢 我们这样去做 当然这里啊 是因为我以前用过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吧 我们直接用这个结构去做 卷积神经网络 好 那怎么去设计呢 我们先来定义两个大的东西 我定义什么呢 定义两个大的层 我们就直接称之为卷积层啊 卷积层 这个卷积层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卷积 激活 持化 这里我要说一下 就是卷积之后 必须加激活 然后必须加持化 这是统一的一个步骤 能理解吗 这是大家都统一的 就相当于协调统一的一个步骤 那接着我这是第一个卷积层 对吧 第一个卷积层 那么第二个 我再来一个第二个大的卷积层 也是激活 卷积激活 持化 那么现在经过这个之后呢 那我就直接结束了 我直接结束干嘛呢 去做一个全列阶层 全列阶层 现在啊 不用纠结这个 为什么这样去做 对吧 你现在要把整个这个API 给用手了 那全列阶层 在这里 那我们取个FC 对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从上到下 来把我们的数据 经过这样一个两个东西之后 你的数据的形状啊 等等去确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类别数量有多个 是不是十个类别啊 所以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输出 是不是也是十个值吧 那么先来看 第一个卷积层 我经过卷积 我设定一下这个卷积 比如说我现在这有32个filter 这个数量啊 这个值是之前试过的这个值 我们先就用这个值啊 32个filter 每个filter呢 我定为5乘5的大小 然后你的部传 多少呢 我定为1啊 一般部传都是为1 接着 是不是应该用你的判定吗 我在算法里面判定选择什么呢 判定选择sign 选择sign 然后 这就是卷积我们定义的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 当我们的这个数据输入进去 通过我们的卷积层的API 去输入进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卷积层API是这样的样子 它输入必须保证你的输入数据是一个四维的数据 那这个地方你的形状要不要改 需不需要修改啊 需要吧 你的形状并且改成什么 是不是改成这个东西 对吧 那应该是28 28 1吧 是不是改成这个形状才能输入到这个卷积API里面 好 所以这个形状要注意到要改的 然后进去之后 我的输入变这个了 那我卷积层的输入数据 注意到输入 输入数据是什么呢 这种 对吧 你呢 那28 28 1 对吧 这是你的输入数据 对 经过这个卷积之后 你的输出变得多了 我们说了 你判定设置sine 在这个算法 在这个通知波罗里面 它有个特点 就是输入输出的图像大小是一样的 能理解吧 它这个sine呢 是呢 就是输出的大小一样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输出的大小也是 28 28 28 它的多少个 多少个28 28 32个吧 哎 这就是第一个卷积层的一个 好 那接着是不是要经过迟化 经过迟化 对吧 经过激活 激活有没有改变你的大小 没有改变 它只是把一些数字进行改变了 接着就是迟化 迟化3 我们的迟化3 假如说是2乘2的 不长 是2乘2的 是2的 对吧 然后里面的panding 注意到这里的panding 跟你的这个 卷积层的panding还不一样 这里的panding 选择的是sine 它只是说 在外面填充 或者说 你有没有需要填充的 没有需要填充 那直接去算 那我们看一下 2乘2的 不长为2的 我们应该从 now 28 28 32 变成了什么 变成多啊 变成了 now 这也就不用再算了吧 你的 观察窗口是2乘2的 你的这个不长是2乘2 应该是多少 这是不是就是减少一半吧 整个行是不是不长 哎 减少一半了 那所以14 14 3乘 那你就啊 好 那也说 经过我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吧 我们的数据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14 14 32 这样数据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今天定义 第二个大的卷积层 第二大卷积层 我设定什么呢 64个 好 我就再加一个64个filter 然后这个filter的大小呢 我还是用5乘5 接着我的stress 用多少呢 还是用1 接着pending还是sing 对吧 我们把这个pending还是sing 写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看一下 这个数据是不是要到这里来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应该 它的一个输入是什么 输入是不是 none 14 14 14 3 12 好 那你的输出变成什么了 经过这个卷积 输出是不是还是14吧 那因为它是sing 对吧 14 14 注意了 如果你是在线面试题 它没有说是sing 就是给你的就是pending 等于多少 stress点多少 是不是要根据那个公式求吧 一定要注意啊 你是要根据公式求了 这地方只是这个算法里面的一个特殊之数 对吧 好 激活也一样 你的形状还是这个 这个三兆不是30号了 应该是64 对吧 64 好 这里呢 应该就是那 14 14 64 接下来经过迟化 我们假计划我们假计划我们假计还是二乘二乘二你的不长还是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ending 可以看到结果输入 可以看到结果输入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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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是那 14 14 64 接下来 你的输出变成了多少 是不是减一半吧 那 7 那 7 乘 7乘 64 对不对 哎 也说数据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那么变成这个以后 我们这是经过两个这样一个层的这样一个数据输出吧 那数据输出在这里 好 在这里 作为你的全链间层的输入吧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说全链间层你的输出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应该多少个样本 每个样本的值是应该是这个值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定了 你最后的神经元各种是不是必须得是10个吧 是不是10个 哎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应该知道了 你的全重应该有多少个 全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形状 看到这是你的X 乘以某个值 乘以某个值等于这个值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什么 中间是7乘7乘64 然后变成了10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也把形状变成一个奥位的吧 思维能不能矩正相成 不能 所以这里还要涉及到形状的改变 哎 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那你讲啊 就是no 7764 7764 乘以10 然后变成了no10 是不是这样呀 好 那么注意了 那么注意了在我们整个什么卷积这块吃话里面啊 我们的卷积里面是有偏制的 那偏制是什么啊 是不是你有多少个field就有多少个偏制啊 刚才我们看到那动态图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bios应该有多少个 bios应该有多少个 三兆个吧 三兆个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态图啊 这个图里面桌面 那这个图里面啊 我们是不是 如果说彩速特别啊 它是不是带着三个东西进去吧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编 编制 然后呢 进行相加啊 哎 你这样去 每次加上一个编制吧 哎 这个要注意了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卷积有个编制 那么这个地方的卷积是不是编制啊 这个多少编制啊 是不是64个编制吧 好 那要注意了 你的全天阶层有没有编制 也有 这个编制应该多少个 就是10个吧 是不是有10个 看到我们上午这个地方是不是10个编制吧 10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员 那所以我们就先以这种简单这样的一个选择神经网络去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识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数据了 等一下我们的API里面都是要填一大堆的这样的数字对吧 所以你得提前先把这个过程先离好 离好了再去实现这个API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呢 就把这个函数呢换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卷积 那卷积这个英文呢 它就是convolution的意思 那直接写con con呢 比如说就conv-fc 好 我现在定义这样一个函数去实现我们的卷积的时间网络 假如说我们现在定义这样一个conv-fc fc然后呢去实现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return一个no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啊跟我们上午那个数据准备一样了吧一样的过程那首先啊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呢在这里我们这个数据呢先拿过来啊就是我们也要用到这个数据 好复制到这里来接着我把这个模型啊由于我这个模型定义是不是比较大了哎你定义这么多要定义这么多你要用代码去实现又加一个这种所以呢我把这里呢单独用一个函数去实现一个模型可以不可以吧好那我就定义一个比如说就叫model这样一个函数这个模型干嘛这个函数干嘛呢专门啊定义模型啊得出输出 比如说相当于我把这一步啊把这里面的这一步全部分在一个函数里面把这一步呢分在函数里面好那我们接着首先第一个就用model去实现一下我们的模型 那抵方一个model好这里呢就是 卷移模型对吧卷移 这一个自定义的卷移模型自定义的卷移模型 返回值我们等一下再看啊 return 那先是now 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呢就跟上午那个定义模型一样 首先是为了准备你的数据的站位符啊填到你这一个模型里面吧 对吧所以第一步哎还是一样准备数据的站位符当然你可以把站位符写的外面然后把它传进去扣个样可以吧准备水站位符我们的x是什么呢 784对吧你的外干处是什么哎那哎10好这是我们的数据那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部分拿过来了 这部分是通用的对吧好 放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对吧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就去把这个东西输入到模型当中了吧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定义对吧这里是我们的卷移层一啊第一个大的卷移层 一一然后呢第二第三个第二个对吧我们的第二个大的卷移层 然后再来一个全链接层啊全链接层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卷移层我们先把这个图住过来 第一个卷移层我们把它改名叫抗C1V1啊抗一好那么接下来我是要在这个作用语里面去实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每一层里面的这些参数什么参数啊是不是WB这些参数啊那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是不是也是随机处置化因为你最后出的也是要根据交上让损失的更新这些参数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里面我们来确定一下你是不是有有三张肌的每个肌的都是五乘五大小的吧对吧也说一个人带五乘五的注意这是黑白这片所以不用带三张五乘五吧哎好那所以我们先来去处置化 权重和偏置这两个参数然后进行计算那每一层是不是都有一些处置化权重偏置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单独用一个函数去哎呃去处置化那主要不同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形状你们里面的数量不同吧所以我单独的定义一些函数啊比如说定一个处置化定义一个初始化权重的权重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这里再定一个定义一个初始化 偏置 值的函数是吧好那我们抵方一个对吧抵方一个W1 啊W1GHT 为他干 Variable D-R-A-B-L-E-S 好 那么我是可以把这个某个卷积层里面你的形状传进去啊对吧我给把这一把传进去啊然后呢我在这里 把为你的权重 比如说叫W 那么W等于什么呢 T-R-A-B-L-E-S 这必须得都 Variable去定义吧 V-A-R-A-B-L-E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初始化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随机T-R-A-B-L-E-S R-A-N-O-M-O 好 初始化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转的NOM呢我的形状就用我们的SHIFE对吧我们的SHIFE呢就等于这个然后等于MING我就等于0.0了然后STDEV1.0好那现在是不是把你的W出出化好了吧哎接下来我要出出化我们的BIOS我把这里改一下叫做BIOSBIOS里面呢我们还是一样由于这里面的数据比较少所以呢我们直接还是跟我上面你也可以随机出出化也可以一样的 第二点Constant T-A-N-T Constant 第一个就是你这一个类型吧 对吧你这个数据类型也可以去给对吧 比如说这个我把它 应该是你的值啊默认的值是多少然后呢我的形状是多少 你的形状是 SHIFE 现在我把这名字改一下这里是你的B对吧 这里是B 好 现在我是就可以根据形状来出化这些权重和偏执吧 对吧 Variable Constant 然后呢这是零点零我把这个偏执都出了零点零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去用这些初始化这样权重和偏执去干嘛在每一层里面去做运算了吧 是不是这样 好 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经过卷积激活实化卷积激 激活 实化 那么首先我们是第一步要运算卷积吧 TF点 卷积在我们的N点 con rd conrd 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API 在这个地方 input 是一个什么 形状 指定的是一个具有 Batch Hit Wise Channel的这样的形状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X是不是改一下形状啊 好那所以我们要对 对 X 进行形状的改变 对吧 那改成什么 从我们的这种 那 10 那10 变成一个 那 28 那784 784 变成了那28 28 1 是吧 好那所以我们要TF点 reshape 将我们的X改成这个形状 注意了 这里你的函数是不是不知道吧 多少个样本不知道 那这里不能填到啊 改变形状的时候 不知道的东西 -1 然后28 28 1 这是我们确认的 对吧 好 返回我们的X reshape 这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放到我们的卷积里面了 好 卷积第2个参数是吗 就是你的Filt 那 Filt的大小 5乘5 是不是5乘5 输入通道是不是一个 黑白特别 一个 输出是不是64 哎 所以我们这里出手外 呃 出手画的这样一个 全中是不是有这么多啊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形状指 给定我们这个地方出手画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可以啊 你要出手画全中有多少 这每个人带了 5乘5的 对吧 然后呢 有多少个人带 32个人带吧 是不是我们在第1层指定了32个人带了5乘5 是吧 所以我们根据这里来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 wait Variable 那传进去的形状应该是什么 551 32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是你的输入通道啊 这是你的什么 哎 这是你的输出通道 那我们在这写一下对吧 定 初始化 初始化 你的这个权重 初始化权重 我们设定了这个卷积层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哎 我们回回一下啊 卷积层应该是5乘5的大小的filtor吧 然后你有多少个5乘5啊 多啊 这是一个人带了啊 你有多少个5乘5啊 是不是一个5乘5啊 一个人带了 那现在我们定了多少个人啊 32个吧 哎 32个 然后接着我的不长是stress stress 是不是等一啊 还等一 看点等下就不写了 对吧 这是你这一层的 所以你的初始化参数应该多少个 是不是 每个人带5乘5 32个人带的吧 对不对 这些权重 全都初始化 注意到这里初始化 全种都是随机初始化的 我们目的是要更新这些权重 对吧 所以我们用变量去接受了 那么在这里 我就直接叫w-comv1 我就刚才说这是第一层的准备 所以这个准备 这里初始化好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comv1 w-comv1翻进去了 就在这里 由于我们的参数要求是这个形状的吧 551332 所以我们就前进去 551332 注意了 这前进去是什么 是不是都群众了 好 那么接着 我们继续还往下 对吧 接受你的不长 不长 我们应该用一个 这样的四维 他顺利了 就这样的四维 1111 那么这里呢 他为的是统一 什么统一呢 上下左右 敌动都是一 能理解吧 好 那接着 你只要传这两 传出就行了 然后接着就是你的panding 对吧 你的panding 我们默认选择sing panding 选择samec 好 那这个卷积 是不是就能够计算出结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卷积计算结果 应该是什么样的 从一个 从一个no 28281 28281 变成了什么 那 那 2828 28 32吧 注意了 这个结果 我们要加上 偏执吧 对吧 加上偏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偏执要出的话 b-com 一等于bios 我们有多少个编制 这个卷积层 32个偏执吧 对吧 这里要注意了 你的 偏执 对吧 偏执 它是应该是32个 对吧 全座呢 就是这么多 好 那么就是加上我们的b-com 1就行了 好 加上之后 这是不是一个卷积层结束了 那接着我们还要经过激活 再经过齿化吧 我们激活选择是选择什么 是不是 tf.nn.rylu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直接可以把这个整体输到rylu 可以吧 所以在这我就把这个再包裹一遍 对吧 tf.nn.rylu包裹起来 把这个外面包裹起来 这是不是经过rylu函数最后的结果 是吧 激活 那我们这里取名字叫做 比如说叫做x-rylu 好 这就是rylu的输出 接着经过rylu输出之后 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齿化层 对吧 这就是齿化了 对吧 齿化我们设置了是2乘2 然后不成 也是为out 所以我们这边一个数据变成了 no 28 28 对吧 变成了三招 是不是这样一个值啊 啊 变成了这样值的变成了1414三招好 那我们把这里来写下 tf.nn点在我们的这那个持话 我们来看一下持话的一篇 因为这个激化函数的AP啊非常简单 他就只要传进去就行了返回就是这个结果 好翻到这里来 Y6就是你刚才上一次计算结果 是不是这个结果啊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用maxpaw 注意的是最大 对吧 这里面取一个最大值 maxpaw 那第一个值是不是传递的 x-rylu进去吧 然后呢 这里取一个rylu1吧 这里rylu1 好 那么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k-size stress 是不是按这种方式去填就行了吧 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k-size穿口大小就是1 1 1 这个是2啊 我们的穿口大小是2 然后呢 我们的stress 五常也是2 对吧 好 我们在这里 填上1 2 1 对吧 最后来个panding对吧 panding要选择是same 这里的panding啊 就没有说输出输入必须相处呢 他这里的same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如果不够是外围填充吗 对吧 好 那么接着返回 我们就说x-poole等于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的形状 是不是就是这里的形状 是不是这个形状 好 接着我们第一个卷大的卷积层 是不是定义好了 接着我们定义第二个卷积层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再来一个 第二个卷积层 第二个卷积层 我们取名叫conv2 那我们这里呢 卷积在这里把它数字一下 我们这里改了 对吧 改了什么 5乘5还是一样 还是 你每个人要带多少 32 呃 三十二 看一下啊 你的输出是多少啊 是不是 14 14 32 也说 现在你一个人要观察 32张14乘以14 那所以你现在变成观察座 所以你一个人应该带5乘5 多少张5乘5 32张吧 对吧 好 那现在有多少个人观察 我现在设定了64个 比如他 这里可能有同学 还没有转光过来啊 5乘5 是你观察窗口到小吧 现在你要观察什么呀 是观察这个32张这个东西吧 所以你一个人应该带多少 带32个东西去观察 我们说之前说了 彩速配备是有三个对吧 你有三个28乘以28 所以你观察的时候 所以要带三个5乘5去观察 现在有32张14乘以14 你要观察是不是要带32个 32张5乘5的权重去观察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你一个人带的数量 一共我们设定了这个卷积 有64个这种 然后呢 stress还是1 激活 实话 对吧 好 那接着我就要去出手画 先出手画什么 出手画我们的权重和偏执 那我们的偏执 是不是就变成64个人了吧 好 权重重点是权重 是不是不一样了吧 权重应该是5乘5 然后每个人带32个5乘5 现在我们设定了44个人 对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改掉 32 64吧 那这里返回就W看 好 然后这里呢是64 看看吧 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计算 卷积 激活 实话 计算 那同理我们再看一下 nn.com 好的 那么注意了 这个地方输入是什么 是不是你上次的结果啊 是不是上次的结果啊 X干 pore1 输入结果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是 注释一下 从这个 经过我这个卷积之后 是不是变成了 那 那 14 14 14 64 了吧 是不是变成这个结果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卷积 是不是从 那14 14 32 变成那14 14 64 了吧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权重 是不是W 干 抗 好 这个权重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你的输入通道是什么 是不是你上次的这个结果的通道数啊 是不是32个 然后这里是你的输出通道啊 你有64个人观察了吧 啊 输出通道 好 接着 我们来指定 stress 等于 这里都一样了 直接复制过来 好 那么是不是要加上你的偏执吧 加上b干 com 好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得出一个 比如说x干 这个地方 我们加上relu啊 nn点 relu函数啊 把这个包括进去 relu 返回我们的s干 POL 这样的话 是不是经过了卷积迟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是不是变成了这个结果了 那注意了啊 你这个区分的权重是怎么去写的 还是有人在这里懵对吧 你是根据什么 你前面这个数据结构吧 他现在变成了32张14乘14的这样的一个表 你现在要观察第二层卷积要观察 是不是你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 是不是要带32张5乘5的去观察 对不对 观察好之后你得出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有64个人去观察 是不是64个结果 是不是都是14乘14 这就是结果 那么接着 我们就可以进行迟化操作了 那这里呢 迟化也一样 迟化还是设定2乘2 那么他的不禅也是2 刚才我们算过了 算过一遍了 所以我们的数据呢 把它先复制 你的数据应该是怎么变啊 这里都不不一样了 你上面的输入是不是这个分析了吧 141464变成了迟化就变成7 7764 64好 那这个迟化的过程 对吧 tf.nn.nn.max 好 那么maxbo 我进行了输入 是不是你这个得paw 对吧 paw 然后我的这个kz跟这个stress panding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经过迟化了吧 反归我们的迟化的结果 这里名字取错了 这里应该是relu relu 对吧 然后这里是什么 xg paw 等于这个结果 那这个是不是经过了两次 从这个数据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数据 经过了两次 选积激活迟化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结果吧 好 接着我们最后一个定义 全连阶层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连阶层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得出每个样本 每个图片输出的一个 十个类别的一个值啊 对吧 这个值啊 不是概率 因为概率是有soft mass 所以我们要测定 这里 那 然后七 七 七六十四 它应该变成什么呀 一个二维的速度啊 变成了一个 那 七成 七成六十四 那么然后这个结果 与我们的全种相成吗 全种多少个 七成七成 六十四 十 等于 注意到这加个偏致 对吧 加一个十个偏致 然后等于我们的 那 十 这是不是你的预测值了 是不是得出来了吗 好 那所以在这里要注意到 初始化 随机初始化 全种和偏致 随机初始化 全种和偏致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就可以直接 地位 w-fc 等于t 点于 weight variables 好 那我这里传形状 它的全种形状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全种啊 你初始化 全种是不是这里啊 对吧 就在这个地方 你的全种 好 我传一个形状进去 七 乘 七 乘 六十四 然后 十 是不是这个值啊 接着就是我们的 b-fc 等于 bios的 variables 你的形状应该多少个 是十就行了吧 接着是不是要进行 矩阵运算了吧 矩阵运算 得出 每个样本的 十个结果 十个结果 好 那我在这里 得出结果 外干 predict 等于什么 tf点 matter matter 乘以 上一个值是什么啊 是不是这一个 最后的这个值啊 我们注意了 export值 这里是上一个值 这里值到这里来了 然后这个值 数得来吧 这个值是什么形状 是不是这个形状 但是我们要的 必须是二维的吧 所以我们要修改 对吧 修改形状 修改 形状 应该是从 这样一个形状 变成了 这样一个形状 直接把这个部分 输入过来了 从四维的 变成二维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 reshape tf点 reshape 我们的 s-pool 是不是最后一个输出吧 这个结果啊 把这个改成一个什么形状 是不是这个 none 然后7乘7 乘64 注意了 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不是none 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顺量的话 都是-1就行了 那所以你最后改成的就是多少个样本 然后每个样本是不是都这么多啊 好 那我们这里反围的就是x-fc-receive 那名字区别 与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reshape区别 好 那fc-receive之后 这个是 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征值了 好 特征值 与我们的权重 输入进去 与我们的权重相成 权重在w-fc 好 这个结果再加上 我们的biosb-fc 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 y-pretick应该是什么 一个none 实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用它进行什么sauce max 就算概率 然后再计算交叉上损失吧 来 这里接下来 是不是我们的 注意了 我们这个站位符要不要传出去 要给它填充吗 x-y-true 好 注意了 x-y-true 还有我们的预测者 是不是要传出去 优用的吧 好 接下来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接受啊 x-y-true x-y-true 那接下来是我把这里等于运行的填充数据这里要去计算一些损失计算准确率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啊进行这就不再定义函数了直接就刚才的那样吧 进行这个交叉上损失计算 交叉上损失计算 对吧 好 那我这个地方呢就把上午的这个地方拿过来了 把这里吧 把这三个都拿过来 这都拿过来可以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注意一些这个格式对吧 计算交叉上损失输入的地方是不是你的目标值吧 然后你的预测值 好 交叉上损失 soul numbers 就概率交叉上损失 求平均值 平均损失进来 是不是要有一个学习率 给他训练吧 训练op 好 那么接着我要用 wagon2 wagonpredict来 去预测一下准确率吧 训练的时候准确率 然后返回你的准确率 这里去求个平均值 那这个过程不用再讲了吗 这个上午你去看一下 把仔细的看一下是怎么做的 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开启会观运行了吗 好 那我们这里首先定一个初始化 变量的op 所以那这个op是必须得定义的 好 定义这个op在这里面 在这个外面定义好的 那我接着来开启会议画 运行with tf.session sess 好 首先我们去运行一下op session.run opinit op出手啊 变量的对吧 接下来我就可以循环 去训练 循环去训练 那假如说我们for for i in range 比如说这个range呢 我们range 或者说用1000也可以是吧 我们用1000吧 先用1000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步骤呢 跟这里也是一样的吧 那我要什么数据 是不是 在这里是不是把数据取出来 然后训练op 然后把这个写入 不写入这个 evens文件的值啊 我们先不写了 对吧 我们这里就不写了 直接把这个步骤拿过来 好 注意了 我在这里呢 要把这两步删掉 这两步删掉 是不是就这样 对吧 去训练 对吧 把数据拿过来 填给我们的x和y处 好训练它 然后每次训练 你的这个权重变了 权重变了 我就可以计算什么 准确率了吧 诶 准确率一计算 得出你性量的这样的准确率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的是这样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去做的 对吧 诶 前面说用这样一个全零阶层神经网络 去做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运行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一下什么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在一个波动过程 那这个地方你应该考虑到 应该是什么问题 对就是学习率 对于深度的神经网络来说 学习率一般都是特别特别小的 能理解吧 它的学习率要比你这种要小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 先比如说0.0001 那就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不用急啊 这是一步一步的训练 不用急 那以后这个要训练一天怎么办 那你说 这个因为它这里是一步一步的 肯定很慢 对吧 一步一步的 所以让它去训练 而且我们的学习率也很慢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步数增加 2000步 3000步 4000步 5000步 6000步 7000步 都可以 对吧 目的是越来越提高这样的一个学习率啊 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率吧 那要注意到 这里我们可能还看不出来 对吧 因为你的步数限制了 那如果说我把这两个 你上午实现的这种呢 我写一个1万步 下午呢 我也写一个1万步 最终谁能够学一个最好的结果 你就可以看到哪一个模型效果怎么样了吧 对不对 这个呢 所以你就去对比 想你自己去对比 对吧 你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提高了吧 对吧 100步已经提高这么多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卷积神经网络去进行运算 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它的打印速度 是不是没有我们上午打印速度快 就是因为这里面是不是计算会比较麻烦吧 我们先关了啊 就运行的 这个CPU肯定一直 你看都满了 红了都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 因为它这整个过程是不是要运算一大堆 这也运算 这也运算 这也运算了 对不对 好 当然 对于这种啊 如果说非常简单的图片啊 可能你这种啊 这种定义的这种简单 对吧 它也能去识别 但它会有一个上限啊 有个上限 如果说你图片非常复杂 就是说你图片的数据量也大 然后呢 这个图片的类别也多 那么这种简单呢 它的这样一个准确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这个是要通过一些线去看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我们通过自己呢 去通过这些API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这些 是不是主要是在这些API在实现的时候 这些什么 它的卷积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吧 是不是这些结构啊 那么如果说对吧 你这个网络特别复杂 特别大 那你这个代码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是吧 就说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跟你的这样一个结构 复杂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吧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对吧 我们是自己去实现了这样的结构 我们说了 有些如果说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 需不需要用到你自己设计的 不需要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常见的这些结构 我们先来看最原始的这种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 那这就是1986年 那个这个是什么 杨胜乐善昆 对吧 那这个人呢 他去通过一些简单的 对吧 卷积等等等等 一直到这样的最后啊 这样的一个输出 他那时候 经营了这样的结构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 2012年 对吧 2012年当成了这样的一个 AlexNet 对吧 AlexNet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对吧 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从输入到输出 这里结构还不明显 等下我们做点看Google 你可以各种各样的一个紧急激活 迟化呀 然后数据 是不是各种变化呀 对吧 最后到一个全天层层 到处输出 那么这个输出呢 他应该是1000个类别 1000个类别 所以他应该输出是每个样板数进去 输出应该是一个1000个值吧 是不是1000个值啊 好 那他这个数量呢 哎 60兆以上的这样参数质量 这里呢 这个呢 是百万的意思啊 六 六十百万是多少 六千万是吧 个是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对吧 比如说你的参数数量有这么多 对吧 一般的这个机器你是跑不动的 啊 注意了 一般的机器 你这个东西肯定是跑不动的 所以你需要GPU去跑对吧 好 那么 当然你肯定跑得动啊 就是说你这个需要时间更长一些 好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Google net 也有更多了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结构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啊 他的这个结构呢 应该是从下面输入的啊 这里输入 然后经过选机 经过一些直构 好 这里经过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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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一直到这里 那么他这个结构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层 比如说这个 他应该有一百多层 那你在写代码的时候 这样一百多层 是不是要写那么 写多少 写类似的对吧 但写这一层一层的去定义都很多 对吧 所以 你是不是要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分装过的API去用啊 对吧 所以有一些分装过的API就是为了减少 假如说你自己设立一个十层 你写十层都写死了吧 这样 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高级的API提给你使用 是不是就更加好一点 但是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得了解吧 不了解 你就不知道他自己底下干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oogle内的 他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的结构呢 并不是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 有一些具体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 他从上往下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从这里 从这个地方的这个输入 对啊 从上往下对吧 从上往下的一个输入 哎 经过一个转机 然后呢 转机的大小啊 什么stress啊 包括你输出的大小啊 对吧 哎 你的这样一个参数的数量啊 对吧 那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那个输入 大家是不是根据上次你输入的图片大小就进行去算吧 哎 就算这样的大小 然后呢 Max Paul Come Max Paul Come Max Paul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 然后注意了 他这里又多了一些什么inception 然后呢 这有一些inception 这里又有inception 其他的都能看懂吧 其他的就卷积迟化这些结构 那这inception是什么呢 它是一组特定的卷积结构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它不止一个卷积 它有很多个卷积去做 能理解啊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移过去 就是说类似于这个地方 对吧 类似于这个地方的这样结构 类似于这个地方结构 它结构呢 是一组组在一起的 能理解吧 它把所有的这些结构呢 组在一起 比如说你这个conv1 con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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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每个conv呢 它有可能是1乘1 1乘1 3乘3 1乘1 5乘5 它结合在一起使用 那至于它为什么这个设计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对吧 它这样效果就好一些 对吧 所以呢 有一些这个时候啊 它的这些网络设计啊 是比较 很 就是说你不知道 怎么去设计这个网络 对吧 难点就在这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那经过了几个inception 然后一个must ball inception 一个must ball inception Airport drop out sovd mass 最后是不是 还是一个sovd mass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做了一个drop out 这个drop out 一般是在大型的 深度神经网络里面出现的 也就是说我们定义 刚才定义了两层 这种东西呢 其实不用drop out drop out 拿来干什么呢 反指过拟合 反指过拟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直接把你的这个数据啊 删掉部分 直接删掉部分 什么意思呢 看到 抓爆的 它就是把你这个最后的数据啊 假如说你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有一千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千个东西呢 它直接抓爆的 让其中的某一些指定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40% 就说我让40%直接失效 就是说40%没有用了 它就是去减少数据量 或者说计算的这样一个过拟盒 这个东西 你一般用不到 在你的这样一个小型的网络里面 没必要加这个东西 没必要加 在大型网络 你也不会自己去试试一个大型的网络 对吧 所以你就说 在这里 drop out呢 它就是防止一个过拟盒的 这样一个情况就行了 你就要知道 这样一个防止过拟盒 在一些实现的 比如说这个GoogleNet里面 它会使用的结构 那么对应的每一层 它的参数的大小 是不是都有啊 参数的大小 然后呢 经过soft max 最终得出了一个什么 一千 对吧 建立一个一千 好 那我们先还原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GoogleNet 那么GoogleNet 它既然都已经定义好了 这样一个结构了 那肯定在concept flow里面 它是有实现过的 所以在tensorflow里面 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inception 当然tensorflow呢 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这些酷啊 这个模块非常乱 非常乱 这个谷歌 比如说这个谷歌 它的这个安卓操作系统的 这个安卓的圆码 包括这个什么呢 tensorflow 这些这个提供的APR 特别乱 它又有很多各种干的 又是在这个酷 又是在那个酷里面 对吧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inception呢 就是在这里 啊 inception 那这个inception 就代表了GoogleNet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 那在这里 如果你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就使用这个结构 看一下 inception v3 s 那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 这样一个 一层一层的吧 然后一层一层的数据的大小呢 它已经在每一层实现的时候 哎 这个大小变9993 变成了 呃 149 132 然后147 143 132 是不是 整个数据的大小越来越少了 或者说这个数据的一个形状 就会告诉你 那么它这里面实现的时候啊 它这个实现的就使用一些高级APR了 能理解吧 它使用一些高级的APR了 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高级APR跟我们这是一样的 那么 在这里 它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的输入数据啊 必须比较大 你看它出使的是什么 是不是299吧 所以你一般的你图片的这个数据啊 如果比较大的话 你这个长宽啊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Inception 哎 Inception 你输入进去是不是就行了 这些这个输入数据 是不是就是一个世界的张量 好 那你只要把它这个返回值 看到这个返回值是什么样的一个值 是不是就行了 哎 返回这样的一个值的大小 然后你再利用这个值 去做一些其他投资吧 哎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Inception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 好 好